昨天中我们第一时间报道了申花将和高林签约的消息 而昨天下午申花正式宣布与高林签订2加1合同 也就是在两年过后申花拥有应言优先续约权 结束这场旷29的续约谈判之后 申花新闻发言人谢辉第一时间接受了五星体育的独家采访 在几个小时前 俱乐部已经和高林完成了最后的签约 是2加1的一个合同 谢辉透露双方的最后一次谈判 从周五晚上一直进行了昨天的下午 其中几乎到过破例的边缘 俱乐部也做好了高林出国踢球的准备 不过从周五深夜到昨天上午事情又有了转机 在许多细节问题确定之后 双方终于签下了合约 不过由于高林缺席了球队准备期的训练 从下周开始高林将先到预备队进行体能和状态的恢复 天理将领比利也查看了他的一些情况 觉得通过一段的时间 他可以恢复到50%左右的状态 当然为什么能跟他签2加1的合同 这一点也很重要 就是看中高林还是有潜力的 希望能在下半个赛季 甚至是下个赛季 他都是有可能重新回到阻力阵容里来 他是有这个能力的 但是总的来说 从目前情况来看 他要增一个厂商的位置是需要把这个花费很大的努力 记者杨晓辉报道